你好 我这孩子是苏母的 今年2岁 2岁是2010年 2001年 2010年 2010年苏母的 今年2岁5个月吧 哎呀不行啊 他才不太会讲话了 对啊 我告诉你啊 他脑子啊 脑子有问题了 那怎么发声 他的妈妈在不在这里啊 在啊 不在是吧 在是吧 他的妈妈打开得过一个孩子在他身上 流产 那么就是你吗 这个是谁啊 你的妈妈是吧 你的妈妈 或者就梁冯粉 就是你的妈妈可能打开 孩子在你身上 你现在是 这个孩子身上现在有个小鬼 那怎么办 你没有也没用的 我看到了我就讲给你听 那怎么办 他应该给他念四个九条小八字 啊 四个九条念完之后 在二十一条 在二十一条念 念了他会讲话 我告诉你 他现在智商不对 他一副妈妈被发泡 听了个话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小灵性一直在他身上 而且你现在家里都有灵性 你现在的家里 都有灵性 听了个话 什么叫灵性啊 你们家里有没有声音啊 晚上有没有声音啊 有的有的 看在哪 好吧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你现在给家里 年轻当小房子 烧掉 你待会儿到门口 问问他们自信员 我可以让你们家前没有声音 的灵性先跑掉 然后再帮你太太身上 这个小孩子身上的灵性在练掉 你看他慢慢会越来越好 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啊 你们如果再分个时间 吵下去的话 这孩子越来越来越少 我跟你说的真话 而且他现在走路 都会受到影响 对 走路也走的不是很好 对 走路也走的不是很好 我问你 都是说的真话 而且 而且最糟糕的事情 他 你不要乱想 你这个 你这个女儿不要乱想 好像想到什么样 因为有时候 你们两个夫妻 有什么事情的话 有时候碰上了就算一问 并不一定是一定要怀孕 你听得懂吗 你自己都不知道 就这么简单 还有的一种可能性 就是你妈妈身上的孩子 到了你身上 或者到了她的身上 也有了 等你妈妈打过胎女 知道不知道 所以这种事情都要担心 明白吗 你赶快给他念 我刚才讲了 我告诉你 你要再不念经 那就是八次 听不懂啊 那你去住院去嘛 现在台长就是用这种方法 来救你的 哪不是 你叫他看我干嘛 看医生去啊 请问台长 我每天应该做些什么功课 你每天要念大悲咒 要念四十九遍 心经念二十一遍 消灾即将成都念四十九遍 还要给他放声 还要许愿 礼佛给他念三遍 你看一看 三个月之后 孩子会不会明显好转 像他这种孩子 我告诉你我见得多了 一致就好了 根本用不到这么激动 放放声 放放声 能不能放放声啊 好的 好吧 好了 好了 教他一定要改正自己身上很多的毛病 好吧 好 谢谢台长 谢谢台长 我告诉你呢 你这个女 这个媳妇 我告诉你脾气坏得不得了 她要是不好好修的话 我告诉你这个孩子被她害死 她跟女儿是吧 她不相信 到底希望女儿啊 我告诉你你女儿很麻烦 很多事情我看到了我只能这样 因为她不相信我不能讲得太多 对她不好 好吧 我有一些事情只能点到为止 好了 你们帮我回去问吧 问资讯出版 好吧 好 谢谢